LEO 了世紀天天的東京星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葡萄人對上瑪莉人 這場比賽是海軍上將3的比賽 這場比賽比較特別 這邊塔套11點鐘風箱 藍方選擇的是葡萄人 葡萄人他的能力比較特別 可以吃果汁產木頭 在這張地圖來說果汁非常多 看來塔套對於這張地圖有點想法 選擇了葡萄牙 那不管是選葡萄牙或是法蘭克 對這張地圖來說加成都是不錯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邊大約4點鐘方向還是5點鐘 是紫芳選擇了 這個瑪莉人 紫芳是Balance Balance也是世界 我認為是前10大強的文明 不是文明 玩家 講錯了 瑪莉人他的挖進非常快 所以這張地圖他的優勢 並不是這麼的明顯 但是不管怎麼說 瑪莉人在各方面地圖的表現都不錯 處於一個中上的水準 不會太差 打弓冰的話也行 雖然他有強弩 但沒有三級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兩邊地圖會怎麼打 這場比賽是 有海地圖的關係 所以基本上 不會有太多的改變 瑪莉人前期可以省下很多木頭 建築物有這個折扣的關係 所以可以省木頭多出一些漁船 或是打這個戰劍 都是會有一些優勢在的 那葡萄牙人的前期的經濟 可能就只有這個吃果子 會比較有明顯一點 但是他的所有的黃金兵 都是八折優惠的 所以待會兩邊交戰 兩邊都有自己的優勢在 最主要還是要看 這個對應方法是怎麼樣 那這邊可能Balance要特別小心的是 葡萄牙 葡萄牙有這個港灣大三戰 他可能會打一個港灣大三戰 風琴砲前壓的一個策略 那這個打法是非常強大的 瑪莉人能擋的方法 就只有投石車 生旅 或是打這個 飛刀努獵手 或是大量的騎士 才能解掉這個風琴砲壓制的策略 那整體來說 兩邊都有克制對方的方法 所以也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又只是操作上跟經濟配置上 可能需要做些調整 還有這個資源的地圖的控制 也是需要去思考的 那這邊可以看到塔塔的地圖 黃金都在後方 非常舒服 就只有這個果子稍微偏前面 但是他前面有一塊木墟 完全守住了 天然的木牆 這個地圖對塔塔來說是相當天圖了 跟Balance來說的話 中間還要稍微微一下 而且他的附近也遺漏在外面了 主進的話拼右邊 也是偏前方的位置 但還好果子在後面 那這張前期果子是不會吃的 就跟上一張事故一樣 因為這個前期的海燒 趕快大量挖木頭 需要趕快去捕魚才對 所以葡萄牙這邊選擇了 這個柴果子有優勢的文明 也算是比較尷尬的 因為前期也不會花太多村民去吃果子 還是要捕魚為主 後方這隻村民稍微打一下 才能被擊殺掉了這隻 這個肉馬趕快來追一下 兩個血量有點慘 塔塔這邊只要再一刀 就可以擊殺這隻肉馬 但是好像丟失了視野 並沒有看到肉馬的去向 兩邊火戰船 趕快護燒一下 瑪莉這邊是一隻村民往前蓋 想要控住中間的果子區 不想要讓葡萄牙人有這個柴果之力喔 但是葡萄牙人根本沒有想要去跟你 裁什麼果子啊 連自家果子都不吃了 手也不手 而且採取了一個最小的圍法 還不是右邊大圍 這個有可能是要圍死樹帝王嗎 葡萄牙樹帝王 有這個港灣大傷站 但是樹帝王的話 要確保石頭的位置了 因為這個港灣大傷站 石頭是非常需要的 那這張地圖 不管怎麼看 塔套還是相當好防守起來才是 芭萄牙這邊漏馬 已經按了兩隻 兩隻弓兵也在前線了 這裡火戰船 應該是能夠拿下這個壺 右邊瑪莉人可以考慮一下 要不要去補充一下 這個碼頭的部分 普通牙這邊開始轉出魔防 試一下 吃果拿木頭 相當舒服 這邊稍微反擊 魚池拿下 這裡魚池能夠拿下的話 經濟就很好了 這裡出少量的毛病 打下攻兵的騷擾 攻兵全部送光 洛馬上前 村民直接拉過來打架 兩隻洛馬不敢應戰 OK殘血村民要小心 要小心要小心 最後還是被收掉了一隻村民 巴安石這邊漏馬空得很不錯 前期的騷擾 也稍微干擾到一下 但是不多 好 成功拿下魚池的塔套 葡萄牙人 經濟已經領先 300 300肉 200肉 領先一兩百 就已經很不錯了 但是由於 瑪莉人有這個挖金之力 所以經濟才沒有落後太多 這個太多人在挖了吧 11個人 11個人的話 雙四劍場 也可以維持這個黃金石 甚至你要打三四劍場 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以瑪莉人來說的話 三四劍場 11個人挖金是可以的 剛好極限支持 好 那瑪莉人這裡 並沒有補三四劍場 這麼多黃金 反而是為了打海戰 那在 現在的 黃金是可以拿去買賣的 而又買了115 準備要來升城堡時代 瑪莉人挖金之力 順利升到城堡時代 葡萄牙人這邊有什麼想法呢 這裡這麼多人挖金 肉也準備到了800 OK 補個人挖金 那如果這邊要樹地王的話 塔套這邊要補更多的農田 跟自己的挖金人數喔 那這邊經濟就要稍微調節一下 木頭可能不需要這麼多人挖 要看一下塔套這邊的經濟調節 有這個想法嗎 還是一樣城堡時代 先打工兵 好 現在雙射箭場出工兵 穩定性更越好 但是跟瑪莉人打工兵的話 誰優誰獵還不一定喔 因為瑪莉人本身也是有母子環的 城堡時代兩邊都是五五開 那普塔套這邊是有黃金優勢 八則優惠的關係 瑪莉人這邊則是有彩金速度 所以兩邊的優勢 優劣勢 抵消掉的話 應該是差不多的局面 到了帝王時代 兩邊才有明顯的感受 因為邊境差了一個三級色 好 城堡時代還有一分鐘 右邊 有兩隻小宮在騷擾牧區的村民 這裡帝王時代好像沒有趕快速升 反而是選擇點下了 耕種技術 要來準備打一個 撒農田策略了 沒有打算要直接上去 還是先打穩比較重要 兩邊稍微休戰一下 這裡補了兩個馬修 準備要來爆滿 沒意外的話 直接出騎士 會更好 好 這裡是首先先升級了 奴兵 二級色 好 葡萄也是 兩邊都是選擇了一個 升級弓兵的策略 湯湯這裡補下了彈道學 彈道學補下了之後 待會就會比較好大 這個拉弓兵也會比較準 瑪莉人這裡 轉出了騎兵 還有弓兵 全黃金兵策略也是瑪莉人很適合的 那葡萄也是很適合打全黃金兵喔 騎士配弓兵也是 哇 這兩邊的文明性子真的太詳細了 戰法應該是87%相喔 不能再多了 除非瑪莉人轉什麼 廢道女獵手 葡萄轉風行炮 那個戰法就不太一樣了 好 那兩邊都是打一個正常 開局 那現在十隻弩兵稍微有點壓力 騎士要點二級馬凱才比較能擋 不然現在騎士只會過去蒸發而已 所以騎士選擇了BD 偷家 這裡村民差點被射死 有機會射得死喔 這裡弩兵有點危險 兩隻騎士走了進來 塔套家裡沒有人防守 這一坨進來完了 勢必要死個幾村 而且這邊一收村 經濟就不好了 所以塔套這邊要趕快用這些工兵 抓一些村民 但是有彈道學這裡村民往後拉 還是死了幾隻村民 38村對47村 哇 結果被溜進來的 反而村民沒死這麼多 沒有被溜進去的工兵 反而被擊殺了比較多 這就是彈道學之力 彈道學之力 又擊殺一隻 第二隻有機會嗎 差一點擊殺 村民處已經差距10村了 瑪莉巴拉斯 這裡有點傷 經濟越拉越大 但是瑪莉這邊經濟還是贏的 因為他這裡21個人挖金 你也太誇張了吧 21個人挖金是要挖到 天荒地老是不是 這個 太扯了太扯 這個時間點21個人挖金 很容易經濟失調 瑪莉這邊是繼續補了 村民跟騎士 瑪莉由於經濟失調的關係 斷村斷的有點嚴重 來到了2分20秒 這個時間 在這個時間點 斷村斷這麼多 有點 誇張了 但是他是為了打架 所以才會 讓自己經濟失調 原本照理來說 這邊要趕快補更多農田 跟伐木工 那這邊肉呢 大部分都是用買的 還有木頭 瑪莉的挖金之力 想要用自己文明特性 打出一點優勢來 哇 這一發 舒服了 但是投資車也順利點掉 大操這邊利用自己的彈道學 打出了一些優勢來 但是下方的弓兵已經被收掉 村民術差距已經打出來了 12村優勢 好 波特牙右邊 左邊補下了一個 新的 城鎮中心 這裡補下了一個修道院 好下方三隻騎士 兩台投資車 又來了 那波特牙的生女喔 也基本上是全滿狀態喔 而且生女喔 只要80塊錢喔 波特牙的生女是遊戲裡面最便宜的生女 反制騎士相當輕鬆喔 好雙修道院 OK沒問題啊 就算出兩隻生女只要160 打八則是打很多的 好這裡也可能要存點黃金 點一下救贖思想 比較好反制 投資車 投資車直接 躲在這裡 你敢過來控我木頭 我就敢砸你的工兵 卡套這邊就已經想好了 左邊這裡應該輸發不了 所以他一定會勢必往右邊進攻 果然 預判成功啊 好這裡工兵想要往前壓秀一下 但是這個魔防有點卡 哇還是被砸到 騎士數量有點大 後面的生女出來 招翔 就是思想點下 招翔一隻騎士應該沒有問題 但是生女可能會死去 因為沒有神聖思想 三刀一隻 後面要趕快圍 後面要爆炸了 這裡再被溜進來 可能就沒了 這個騎士數量有點多 再繼續圍 右邊還有個洞 再補一下 這邊直接圍死 卡套這邊圍的速度非常快 但是這裡的房子可能不要被打到 嗚 趕快修理 最後鎖住 右邊圖車回家防守攻兵 這邊塔套擋得非常精彩 一瞬間把家裡給圍好了 好 波塔這邊是繼續補下生女 好 房間趕快穩下來 這裡有上億人在發呆了 趕快把這些無業遊民 去補下木頭吧 發呆村民不能停啊 就在發呆還要付他們工資了 趕快當個罐老闆 把這個 村民的價值 照到最乾 這裡還有兩隻在忙裡偷閒 哇 這個空間太窄了村民被卡住了 這要分一些村民去 把牧區比較好 但這個動畫被挖出來了 這個牧區只剩下90個木 好工兵終於要來解掉這一坨了 這四隻村民沒有打算要走 哇最後還被壞掉兩隻工兵 尷尬 好最後這個傳證中心 稍微能擋住 被招響到騎士第一時間輸出後方投死車 好自滴騎士 這裡本來是想要停止騎士的傷害 去招響騎士 但是來不及了 被對手自滴 右邊補下了一個新的城證中心 要來控下 右邊的石頭 有石頭的話 大會打後期才比較好打 不管是要出巨型投死機 或是風刑砲 還是要點這個 火神槍喔 都是需要城堡的 這邊技術也是 好投死車 招響 就不自滴 應該不用自滴了 但是他怕被後面的這個招響到 但其實後面在發呆 沒有在招響 好普通人這邊是開始穩住了 自己的TC 瑪麗人這邊只有雙TC 要不要補地上的TC呢 左邊魚池已經吃乾抹盡了 右邊的魚池 瑪麗人沒有去補魚 好這場工兵又悄悄溜了出來 這裡有機會抓到一些村民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工兵過來看小地圖 一隻 兩隻 三隻 四隻 僧侶往前 招響工程製造所 好用這坨工兵吸引注意力 然後用僧侶往前壓制 招響工兵跟投死車 好這個 斷招響 補效後方的僧侶 不然要被高打滴給射死了 後面這一坨工兵被騎士追著跑 塔套知道 這裡的工兵要大難零頭了 東升級西戰術 高打滴一發投石 砸掉了僧侶 僧侶45滴血也承受不住 投石車的高打滴 這裡要再一隻了 完蛋 塔套這裡沒有空好啊 好中間這個高地優勢 巴拉斯利用得非常好 塔利人 這裡騎士找不到對手 格工兵選擇了直接往後拉 但是我是覺得不能往後拉 這一往後拉可能 又要回首 一來一往的這些騎士的 輸出時間已經被浪費掉了 沒有辦法把這些騎士的 鏟值給用到最好 好 這些兵 鏟出來就是要拿來打仗的 不是拿來 發呆的 這是戰時喔 戰時的騎士喔 是不能拿來發呆的 一定要趕快去輸出才行 好 六隻騎士 直接衝村民 巴拉斯這波判斷相當正確 這邊騎士露頭了 弓兵可以繼續騷擾 這個關鍵就跟打肉一樣 這個上路打野 消失的時候 就要小心一點 出這個肉頭了 就可以直接大膽一點 打兇一點 好這裡投射在炸 高打低怎麼都打個擦邊球啊 好上方的木牆可能快爆囉 一直修一直修一直修 這裡防守打得不錯 攻兵開始往前補 清洗兵上去輸出 來不及招翔 後方村民還在修理 真侶要趕快補 這裡有補真侶 回到右邊 招翔騎士 但是正面已經殺進去 又擊殺到了幾隻村民 班牌死村民樹 75村打76村 村民樹稍稍追上 好拖子車這邊 必須一些壓力 好這裡有勝率了 但騎士直接選擇拉走喔 還有一隻騎士殘血的 這是輕騎兵不是騎士啊 好拖子車直接砸掉 好大學對射一下 好拖子車過來囉 這裡有什麼想法 打B陣 不用往前躲掉 最往前 直接走到最近 也不跟你秀了 最近的話你就不能投石 好他到這邊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防騎士效果是最好的 待會帝王世代還有大吉兵可以用 不過他本上也是全能型的文明 三攻三防 步兵騎兵攻兵都能打 跟義大利有點像 但是他算是 偏更經濟型的 比義大利更有經濟加成的文明 這個港灣大山寨跟吃果優勢 都比義大利的經濟也好一點 但是義大利有漁船的捕魚 成本減免優勢 所以 兩邊比較起來的話 以海入土 兩邊經濟是差不多的 好 這邊低於下採礦地 後面往後拉 進去助手 後面就是要鑽小速動 後面最喜歡速動了 右邊蓋TC 騎士抓到了一波 抓到了一些村民 現在巴藍石村民反超了 他套86打90村 現在巴藍石這一波要趕快想辦法 升到帝王時代 帝王時代才是瑪麗人的後期決戰 優勢文明 這個金冠 這個彪悍精神 可以讓自己的落馬 駱駝 重裝騎士 加一堆傷害 這個青騎兵跟駱駝 傷害可以高達14點傷害 但是如果他要轉出大槍槍的話 就會比較難受一點 那瑪麗人要打這些槍兵的話 自己也可以轉出 這個劍兵勇士 瑪麗人的劍兵勇士遠防非常高 也可以擋住這些 奴兵喔 合體而言喔 瑪麗人 以實彈上來說 應該是更好打 葡萄曜人來說才是 好這邊著翔 再次弓兵一時間射掉了僧侶 這邊蓋寶成功 弓兵只能撤退 可能要11隊弓兵了 這邊弓兵排排站 有點危險 拉走 好葡萄曜人這邊點一下 帝王的實彈 瑪麗人也點帝王了 兩邊都拼到帝王的話 就要來拼手術了 好那瑪麗人 這裡待會也可以考慮轉個火槍之類的 但火槍打工並不太行 所以可能待會轉劍勇 或是繼續爆騎士 都會比較好 但是騎士遇到槍兵 又是個問題 這裡就要來看一下 邦蘭曜有什麼想法 要轉飛刀嗎 還是要轉劍兵勇士呢 但是葡萄曜有這個僧侶的招搶優勢 而且僧侶招架非常便宜 這邊的建築全部都要被招搶掉了 好這根城堡 站在石頭旁邊 守下門面 這個墓區讓塔套的正面守得相當舒服 天然的地理屏障 好 那是點下的戰毛兵 用戰毛直接點射 這一朵槍毛 槍弓 馬力化學大會再補下 雖然沒有三級射 但戰毛兵 只要有三級遠防的話 就很好打這個奴兵了 畢竟怎麼射都是一滴血 那目前可以預測到是 邦安史待會用毛兵擋住正面 然後用輕騎兵 點下飄漢精神 狂出輕騎兵 去打僧侶的一個方法 或者是也許偷巴恩史家裡的村民 也是可以考慮的 好 地龍四代已經升級上去 點下了三級射 化學標準的升級工兵 好 這裡強弩晚點身 好繼續著想這邊建築 這裡信教大軍 瘋狂招降 好這裡 出面有點威脅 騎士被抓掉幾隻 好後方的騎士趕快追一下 好這邊感覺快要扛不住了 瑪麗人家裡有點炸裂 毛兵還沒有升級完畢 二級工兵甲還能提升當中 好這裡射箭廠沒有補 這裡瑪麗人的射箭廠好像也不太多 好只有三個射箭廠 正在補 但是木頭不夠了 木頭不夠 鎮毛兵就很難量產起來 好用這些騎士 爭取一點時間 又抓到了幾隻村民 葡萄人點下印刷技術 現在黃金先投資在了生女身上 大槍兵還沒有及時提升 好巨型頭C炸了起來 開始工程了 只要能把中間這一塊大量木 肉全部拿下的話 瑪麗人基本上就是風中殘除了 殘局 風中殘局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三個TC 這裏要怎麼走 瑪麗人 這裏是繼續選擇的工兵甲 工兵甲三級射 沒有三級射 三級工兵甲 快提升 戰毛兵就能用了 剛才沒有三級的工兵甲 打這個強奴 還是龍被點發掉了 好強奴 稍微射一下 哇這個戰毛兵血量掉得很快啊 這就是三級甲 對戰毛兵的重要性喔 後方騎士還在鬧 這裡瑪麗真的使用 輕騎兵 跟裝甲 這個 三級裝甲的戰毛兵 進行反擊喔 這個策略確實對於瑪麗來說 現在比較好 因為黃金現在被控住了 黃金其實沒有那麼的穩定 先用垃圾兵擋住正面 待會有機會黃金再轉火炮巨頭 反擊回去了 那現在來說 瑪麗人可能出巨型投司機會更好 然後再用騎機兵去騷擾敵人家 因為用火炮的話 可以能不能被葡萄牙印刷技術 遭降回去了 所以瑪麗人巨型投司機要趕快按了 好這裡按了兩台 先打左邊有想法 但是左邊架起來的話 可能會被槍兵給戳爛 好但是這裡有清奇兵的保護 好這裡金冠有點了嗎 還沒有點 傷害惡攻也沒點 但是戰毛兵已經守下了 右邊的槍兵陣 正面來說 僧侶有點危險 清奇兵從左側想要包抄 強弩反擊 僧侶趕快收到城堡裡面防守 好戰毛兵過來了 開始在偷點強弩 班安史這一波反打有料 巨型投司機 我也有架在下方的城堡 反而是選擇了左邊 三台巨型投司機 順利拆除了城堡 班安史這一波反打 已經賺到一些優勢 但是農田依舊是個問題 有沒有先補下新的農田 有有兵有補 現在對於馬國來說 是一個種田福音 快速種田 看來世紀帝國改版越改越好玩 這個快速撒農田 確實有料 好伏桃人這裡點下了二級的工兵鎧甲 槍弩直接爆船 擊殺戰矛 攻兵海對付 打這個勝負撿到修道院裡面 好這裏三台巨型投司機 繼續攻城 普塔這邊可能要想辦法轉個火炮出來 打下巨型投司機才行 好這裏有機在補了 好火炮第一台過來 看一下 擊掉了一台 第二台砸一發 有機會嗎 往後拉走了 OK最後沒有拿掉這台巨型投司機 火炮出來之後 馬力人就會有點難打了 要反之回去的話只能標更多肉碼 標暗精神 找個機會點一下 但是肉類不是很穩定 兩隻強武又走得進來 火炮正面進攻 瑪莉加利防守又變得很痛苦 戰毛兵要再多安一點點 戰毛兵過來 這邊強武只能撤了 不撤的話就要全倒了 哇這撤退路線也倒差不多 火炮第一時間被肉碼 跟戰毛可以拿下 葡萄牙也轉出了三級的弓兵甲 當然這不是為了出戰毛 而是要繼續讓自己的強組 有更多的生存能力 三台巨頭架起來 下方城堡 也要拿下 葡萄牙好像要被翻盤了嗎 瑪莉人開始把自己的家裡機器 守了下來 終於可以反擊這一坨了 這一坨要是可以拿下來 聖物全部拿回來 五聖物直接入手 瑪莉人就可以反擊了 好新騎兵 趕快第一時間去打下火炮跟僧侶 戰毛兵一發一隻僧侶 欸怎麼點到了修造員 戰毛兵打錯東西了 好巨型頭襲趕快拆 後面是一台火炮也還活了下來 肉麻趕快再來 繼續輸出 好火炮過來 看到這個新騎兵應該是沒機會 瑪莉人點下了重裝騎士 強弩還有11隻 後面重新補勵跟城堡 且打且退 正面部隊沒有辦法及時去幫助下方部隊 右方稍微守住了 正面這一坨 巨型頭襲機要架起來 進攻正面了 先跟城堡能夠爭取一些時間嗎 看一下 寶架起來 有沒有先打城堡 沒有 先打馬舅 可能還沒有看到後面有在蓋城堡的關係 這隻肉麻剛過來應該也是有看到了 外來說 傾斜面的視野應該是看得到的 好 三台巨型頭襲機架起來 趕快先踩一下 共同7製造所 不然這個壓力有點大 風車一出來可能就會拍掉這些工兵 好 這裡一波多線 來到右邊的農田 轉了一些飛刀女獵手 瑪莉人 看起來是有點痛苦 不但葡萄牙下方這根城堡也是痛苦 而且五聖物被奪回去了 正面的城堡 好 看能不能在掙取一些時間 這些強弩也算是成型了 32隻的強弩數量已經足夠擋住一坨騎士了 而且有搭配強兵 但是正面的話沒問題 葡萄牙也轉出了新騎兵 葡萄牙跟義大利最大的差別 就是葡萄牙人沒有大落馬 但是葡萄牙的一個人 小小nerf OK 右邊的落馬 繼續騷擾 瑪莉人打出了GG 我們恭喜葡萄牙人拿下比賽勝利 最後葡萄牙人是使用了 自己的犧牲五聖物戰術 然後直接鬼轉正面一波 帶走瑪莉人 那這個魚池最終沒有人要吃 只有左邊的虎被吃乾母性 那葡萄牙人前期也沒有展現自己的吃果優勢 中後期果子也是被對方吃乾淨了 反而葡萄牙人是靠著自己的基本功 跟文明的生女的特性優勢 打出了更多的優勢出來 不然瑪莉人來說 也不會太弱勢於葡萄牙人來說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應該是由葡萄牙人打下支援上勝利 最後是贏了大概 大概大概快要7000左右的資源 黃金大概贏了快要2000 不是20000 五聖物是最後才拿到 前面都是芭萄牙人拿到聖物更多 史料部分是由葡萄牙人拿下更多的資源上勝利 但這一把比較可以講的東西是 他並沒有使用港灣大商戰 正是用基本的八折黃金優勢 還有自己的生女的科技 拿下更多的控場的優勢出來 那瑪莉人要打贏這種打法 真的是最重要的地方是 黃金不能被控到 黃金只要被控到之後 就很難再反打回去了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拜拜 by bwd6